今天这么好的天气,一定要把这个天气录下来 天气太好了 hello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个视频 主要介绍一款投屏神器 这里边说的投屏神器呢 不是说给大家介绍一款软件 而是一款硬件 然后我知道大家看A96盒子已经看烦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投屏神器呢 它的外观特别小 直径只有53毫米 登登登登就是它 它叫做电视裹三 这个其实出了有一段时间了 是爱奇艺出的 我用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群里边之前有人问过我 你用什么样的投屏软件 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其实用过一款叫乐投的 效果还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会断掉 或者说它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另外的话它运行在电视上也是有些版本的差异 而且它受限于安卓版本以及你所在的环境 然后这款投屏神器呢 它没有那么多限制 它的配置就非常简单 一个数据线 就是HDMI转USB的一个数据线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供电的 一个普通的就是安卓线 就是供电的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基本上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差 在酒店里边那个电视 基本上都有一个USB接口 一个HDMI接口 只要有这两个接口 你就可以使用它 它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配套的 它还有自己的软件 它的资源就来自于你手机APP 就现在各大应用平台 比如IC 比如腾讯视频 比如优酷 你只要有他们家的软件 你就直接可以投屏过去 而且它配套那个软件 还支持遥控器的操作 基本上就是说 一台非智能电视 或者是一台显示器 加上它就变成了一个智能设备 但是对一般人呢 可能觉得它略显奢侈 因为它现在卖的是198元 它应该带了一个 一个月的VIP的会员服务 今天主要是介绍一种方式吧 不一定去 你就去选购它 可能给你投屏 多了一种选择 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这款电视果的一个使用效果 好了就这样 OK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线连接上面 就非常简单 就是往这后边一插 然后还有一个HDMI的转接线 然后往后面这一插 OK 现在就连接成这个样子 这个状态呢 一头插入一个有电源的USB 另外一头呢 HDMI连接这个电视的HDMI就可以了 这根数据线上面 然后我们切换到HDMI这个 这根数据线上面 然后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你连接了电视果之后的一个启动的一个画面 正常的情况下呢 它是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你去扫描 扫描之后呢 按照它的提示 去连接WiFi 这里边我已经连接好WiFi了 就是这个 华硕的这台路由器 已经连接好了 连接好之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电视果762 这个就是你投屏的时候 会显示的一个名称 一会儿我们投屏的时候呢 就直接投到这个电视果762这个信号员上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可以打开它的软件 OK 它的软件的名称叫电视果 你可以从官网下 也可以从它刚才提示的那个画面去二维码去扫描 我们打开这个电视果 你会发现这上面有很多资源 这些资源都是依赖于本地是不是有这些APP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投屏的一个效果 还有它的一个速度 选择这个电视果 然后现在就已经投屏成功了 电视上面已经有了 我们在这里操作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 然后下面来测一下这个 就是爱奇艺这种 这种视频软件 可以用它自带这个电视果的这个APP 比方说 点一个电视剧吧 它这里边有一个在电视上投屏 然后点一下电视投屏 瞬间就过去了 速度非常快 而且也是没有广告的 然后呢 这是爱奇艺的资源 爱奇艺肯定支持爱奇艺是最好的 那如果是 如果是腾讯呢 其实腾讯它是默认情况下 它是有广告的 先顺便演示一下 现在它的一个遥控器吧 就是它自带了一个空间 可以遥控它的音量 比如说点小 就是说 屏幕下方这块就已经看见 大一点声 也能看到 小一点声也能看到 OK 这个是它的遥控器的一个展示 然后呢 试一下腾讯 腾讯默认是有广告的 那有广告的情况下 我们就最好是用一个技巧吧 首先把它调到AirPlay的一个状态 先让它投屏 OK 现在投屏的状态下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打开 那个 腾讯视频 比如说美好生活 这个吧 然后它自动就切换到了 AirPlay投放中 然后这会儿你发现 电视屏幕上是没有任何广告的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 直接先进入这个软件 如果你先进入这个软件的话 再点投屏的话 就需要把 所有的那个广告先播放完毕 你才有这个投放按钮 所以这算一个 小技巧吧 应该通用 所有的投屏的软件都适用 先AirPlay 然后再去选你要的视频 OK 刚才呢 已经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电视果3的 一个使用效果 总结一下呢 它的优点就是 便携性 非常小 比较方便 然后既差既用 而且它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缺点就是价格偏高 这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介绍 一种投屏的一种方式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下面的like 然后欢迎你订阅我 并且记得点右边的那个小铃铛 然后这时候我有新视频就会提醒你的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